传往古罗马流传下来三颗价值连城的金蛋 只要有人能够将它们全部集齐 就能获得价值三亿美元的赏金 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 各方弃贼都蠢蠢欲动 这天盐帮探员约翰收到密报 有人将在博物馆里偷走第一颗金蛋 于是他和刑警队长阿珍 火急火燎地赶往现场 看到金蛋的第一夜 约翰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随后他拿来一罐碳酸饮料 直接淋在金蛋上 很明显 这是个9块9包油的山寨货 阿珍一刻下令封锁房间 人群中的小剑也看不妙 拔腿就跑 约翰也赶紧跟了上去 却在过安全门的时候被卡住 小剑赶紧调整状态 换上一件新衣服并打上领带 成功骗过两个保安 就在他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被阿珍拦住了去路 小剑只能掉头往回走 并从包里掏出一枚烟雾弹扔在地上 真乱从楼梯跑了上去 但随后就被一群保安团团围住 于是小剑跳上了一旁的钢架 并抽出固定的螺丝 在钢架倒他之前爬上了护栏 就在他以为得手的时候 约翰却将他逮个阵着 眼见是无处可逃了 小剑只得交出手里的金蛋 随后小剑从管道里安全着陆 并骑上了路人的电瓶车逃之夭夭 这时约翰也在路边发现了一样跑车 二话不说就准备开车去追 但他横穿马路发生了车祸 只能不甘心地看着小剑离开 东西到手后 小剑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公寓 刚拿出金蛋准备欣赏 一回头却发现 约翰正坐在自家沙发上 随后一群警察冲进来包围了小剑 刚偷来的金蛋还没五热乎 却又被抢回去了 小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而约翰也没有卖管子 告诉他是主教提供了线索 小剑一听就明白了 主教和他一样 都是群里有名的国际大盗 并且两人一直在争夺 世界第一神偷的称号 这回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但第二天阿珍就带着金蛋找到了约翰 当着他的面把金蛋摔得稀巴烂 原来这也是个假货 约翰一眼的不可置信 他昨天明明把金蛋放进了后备厢 他怀疑是小剑骗了大家 可阿珍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昨天金蛋是交给约翰的 并且警方还查到 他的账户里突然收到了800万的转账 这种种迹象都说明 是他调薄了金蛋 就这样 约翰被警察带捕 被他们用直升机送往了 守备森严的联邦监狱 晓得是约翰的狱友 就是被他亲自送进来的小剑 这个警察和小偷竟然住进了同一所监狱 而害他们入狱的罪魁祸首 就是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女人 他幸灾乐祸地讲述了陷害约翰的过程 原来他早就混进了FBI的队伍里 并在金蛋被运回去之前 这已经将其掉了包 随后他还往约翰的账户里汇款800万 让他坐实了偷到金蛋的罪名 说完他还和小剑谈条件 因为第三颗金蛋的位置 只有他知道在哪里 主教承诺时辰之后 会分给小剑10%的赏金 在遭到拒绝后 主教为了报复两人 可以吩咐警长 给他们安排最顾最累的活 这下小剑和约翰有了共同的敌人 于是决定严守逃出监狱 并将主教抓捕归案 约翼第一步就是制造混乱 小剑将飞灶混合消灯清洁剂 放进高速转动的洗衣机内 两人趁烦跑到大门口 小剑逃出从玉井那里 偷来的门禁卡 主令逃到了外面的空地上 两人为了躲避追捕 只能顺着强起缓慢的往外走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一步流神就会焚身碎骨 终于在转角处 约翰看到了一架直升机 那就是逃离监狱唯一的办法 放到门口的守卫后 小剑快速跑向直升机 留下约翰一人断后 很快小剑就启动了直升机 准备离开 约翰也在最后一秒跳了上去 但这时飞机的警报灯开始闪烁 只见一个大兵 扛着火箭筒瞄准了约翰 还好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 约翼计划算是成功了 随后两人快马加鞭 找到了第二个精干所在的位置 此时这里正在举办蒙面舞会 约翰和小剑各自乔装打扮 混入其中 并设计拿到了 屋主胡子德的指纹和手机 趁着保安换班的时候 悄无声息地走进保险库里 小剑用橡胶纸套复制出指纹 打开手机得到了动态密码 随后再用AI换脸骗过了人脸识别 成功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 忽然第二颗精弹就藏在这里 但这时主教却突然出现 于是三人便开始抢迫精弹 打托神很快引来了胡子德 本以为主教这次死定了 但没想到他们居然早就达成了合作 紧急着约翰和小剑被带到一处地下室 主教为了得到第三颗精弹的下落 开始对约翰言行递供 小剑不仁对友受苦 只得如实交代 告诉他第三颗精弹在IT的一座金字塔里 拿到线索后 主教又要迷晕了胡子德 很明显他想要独吞三个亿的赏金 主教离开后 胡子德再次醒来 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枪 对着两人一顿扫射 谁知不仅没打到人 还意外帮他们打开了手铐 约翰言行选再次打晕胡子德 随后和小剑顺着楼梯爬了上去 没想到却意外闯进了斗牛场 这两个男人误打误撞走进斗牛场内 随后被暴到的大黑牛顶翻在地 两人见识不妙 于是赶紧逃跑 在被大黑牛追上之前 成功翻出了围栏 经历过这么多生死磨难 小剑终于把约翰当成了自己人 于是对他说了实话 第三颗金蛋并不在埃及 他曾经在附近的书桌里找到一块手表 吾打误撞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原来表上的数字代表的就是 第三颗金蛋所带的金纬度坐标 两人照着地图走到阿根廷的一处命令 果然在指定的位置发现了秘密通道 随后约翰将入口大门打开 两人顺着旋转楼梯往下走 发现这里是个巨大的仓库 而他们面前还有一扇坚不可摧的铁门 小剑拿出附近的手表 尝试着放入其中 没想到这还真是打开铁门的钥匙 两人谨慎地走了进去 并且接通了电闸 这里居然收藏了无数的奇珍异宝 但这些东西和金蛋比起来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最后小剑在一个木箱子里 成功找到了第三颗金蛋 但这时主教却从两人身后走了出来 原来他早就料到小剑不会说实话 所以一直跟在两人的身后 要论计谋 小剑和约翰完全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只能乖乖交出刚落手的金蛋 就在这时 女警长阿伸带着手下冲了进来 他是一路尾随主教找到这里的 眼见对方人多是重 三人决定先合作逃出去再说 于是他们坐上仓库里的一辆古董车 便朝着面前的通道冲了出去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主教也不管这么多 直接提醒大家记得跳车 说完便蒙踩油门冲了出去 好在下面是一个水塘 三人制裁没有被摔死 很快小剑就抱着金蛋游到了岸边 但他发现约翰还没有上岸 于是决定放下手里的金蛋 下水区把他救出来 但小剑还不知道 约翰正站在岸边看他的笑话 就在两人互相打去对方的时候 主教也从水里爬了出来 小剑告诉约翰 现在是逮捕他的最佳时机 就在这时 剧情再次反转 只见两人嫌媚一笑 并向小剑撒了一波狗粮 小剑看到这一幕 沙发都惊掉了 他没想到这两人居然是一伙的 如今计划已经完美达成 约翰也不再藏着一日了 他向小剑说明了自己和主教的关系 原来两人一直都是搭档 之前的种种都是在配合演戏 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小剑 拿到这第三颗金蛋 随后两人把小剑靠在树上 约翰和主教则带着三颗金蛋去领赏金了 三亿美元足以让他们的后半身 过得无忧无虑 六个月后 约翰正带着主教在游艇上度假 没想到这时小剑却突然出现 原来那天他被阿真找到 但在被送往监狱的途中 小剑成功逃了出去 随后他还向警方透露了两人存钱的账户 导致他们三个亿的赏金被冻结 这下大家谁也没捞到好处 于是小剑向两人提议 他有一个新目标 赏金更高 但挑战的难度也更大 如果三人合作的话 是完全可以拿下的 约翰和主教也没办法 他们的账户现在是空空如意 为了生存只能重出江湖 随后三人换上专业的服装 继续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 这部电影集冒险动作和搞笑元素于一体 情节紧扣圈城高门 完全猜测不到剧情的下一部走向 是一部很不错的爆米花电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原片